好 首先我們請部長跟我們衛福部的 請嚴部長 羅副署長 署長 謝謝 來 林委員好 好 我想先請問一下部長 你會不會覺得這幾天你被神切割啊 不管是從總統的臉書 我們看昨天臉書都提到吧 不是一下說是國防部的責任 就是衛福部的責任 雖然今天說有道歉啦 但是說對國軍造成人民的困擾 但是完全似乎都沒有關心我們染疫的弟兄 沒有半句的關懷 那另外呢有關於我們這次的整個做決策 好像似乎都無關 另外行政院也在口罩的事情還流出文件啊 說完全都是國防部動作太慢 我早就做決定了要國軍每人一片口罩 你有沒有覺得被神切割了 有報文 有關於染疫的官司兵弟兄學生的關懷 我們從一開始我們就有變關懷 一直在這關懷又掌握 而且我們有做表達 那對這些不管是官兵學生還有家 我們覺得比較遺憾的是身為三軍統帥啊 他我只看到說完整調查清楚後絕不護短 但是我們這次極染疫的弟兄事實上是很無辜的 但是我也沒看到三軍統帥有任何的一個溫暖的 希望說我們怎麼樣來全力的支持 對他們有一個好的一個照顧 好這是我這邊要表達就是 我覺得不應該如此的神切割 總統身為三軍統帥有他應該有責任 所以在我要問的是 我能不能請問一下 到底我們這個14天不用隔離 你們一直說按照農委會啊 但是農委會你們按照的是外籍愚工的標準 請問到底是誰給你們這樣子一個指示 我們衛福部也在 是不是可以說一下 到底誰給你們這個指示 用農委會外籍愚工的標準 甚至連這個標準都沒做到 外籍愚工還30天不能進到任何一個國家 我們還停了一個帛琉耶 所以連這個標準 第一個外籍愚工為什麼 第二個停了帛琉 也不符合這個規定的標準啊 內容啊 所以全是誰給你們這個指示 可以說清楚嗎 報告委員 指揮中心在3月31號接到國防部來開會 提出這樣的一個頓目艦隊要反台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援引漁業署的這個規定 那當時我們也有了解就是說 他們確實從帛琉離開 事實上當時天數還不夠 所以有要求說他要援引這個規定 他必須要在海上待滿30天 不好意思喔 這個規定是講說 他完全不能停任何的一個國家耶 他從反國前一戰離境 不是不是不是 但是他規定上寫得很清楚 是講說 全程從未有 航行過程全程從未有 或反國前30以上未有海上轉載 對啊 對他在30天內不可以跟其他船 或者有第三地的這些接觸 就是他就只有在船上 類似漂流 那他不是外籍人士嗎 官員現在要被說他是所謂的磐石遠洋補科船嗎 這怎麼會用農委會的規定 尤其我們都知道 有關船上的這所謂的有可能的群聚感染 這本來就是大家很關心的 可是我們完全沒有看到 去用一個很莫名其妙 我們這部分絕對絕對要搞清楚 為什麼會做這樣一個決定 我覺得這個是必須讓造成現在民眾這麼大的恐慌 很重的來源就是因為沒有隔離14天 再來我要問的是 從今天早上 趙偉就問了 我們的陳道輝支隊長講了 說誰下令解散 從早上趙偉問到下午有委員問 請問一下部長 現在可以告訴我們了嗎 是誰下令的 委員好 我海軍副司令 因為今天早上陳道輝支隊長 他所特別強調的是解散 因為我們艦艇的 他所謂可以外出 我講可以外出 可以有不管是放假班 輪修 其實都有不同的 一個準與他外出的權責 那還有所謂的解編 就任務部隊的解編 所以我們要釐清的就是說 他現在所講的是哪一個部分 因為負責的權責就會不一樣 假設最後解散啊 不一樣 跟委員報告 因為假設說 如果回到船上之後 他是正常的放假班 趙偉的問題早上就問得很清楚了嗎 你們再按照趙偉的問題來回答就好啦 早上沒有答案 他這邊坐一整天還沒有聽到答案 應該蠻痛苦的 所以我幫趙偉問一下答案 到底是誰下的令 他說不能夠說啊 他不能說明 剛才下午委員問的時候 你們是說你們還在了解 所以你們說法一直在變 可以告訴我們是誰下令的嗎 可以不用隔離 然後可以立刻解散 到底是誰下令的 報員 他還是按照他的一個程序 就是他在海上的30天 然後完成連檢小組之後 我們可以人員可以 那這樣誰下令不能講嗎 誰下令的 因為他外出 今天這一整天了 從早上到下午還得不到答案啊 因為他現在的重點是說他外出嘛 但是他外出確實會有不同的層級的準價權責 現在講的就是最後的解散啊 最後的解散是指 如果說是指我們整個部隊的解編 最後部隊的解編 就是我們原來那邊各單位 最後部隊的解編 解編的文令 就是依照這個文令來部隊的解編啊 所以15號是休假 15號是休假 15號是休假 還是沒有回答問題喔 我覺得這個部分 趙偉我真的 我覺得今天是不是能夠讓他們把答案說出來才能夠散會啊 因為我覺得這對立委的權責是非常不尊重的 從早上開始到現在我們還問不出一個答案 但是在這個之前抱怨我 因為他剛才回答我太多時間 我再問一個小問題 今天因為在支隊長還回答到說 本來有一個發燒嘛 說要照X光 軍醫跟他說不需要照X光對不對 今天在對話中有問到這一段 那請問一下我們在船上的軍醫 都是怎麼樣的背景 竟然 支隊長都問說要不要照X光了 我請軍醫局執長來做 結果竟然說不需要 能不能跟我說明一下 為什麼那時候可以決定說不需要做X光的檢查 然後軍醫的背景是什麼 他們有沒有相關的執照 能不能讓我們了解一下 我們軍醫是國防疫學院畢業 醫學系 那都有一師執照 有醫師執照我們才可以再服務 那對於他是不是要照X光片 這個由醫師當場做 根據他的臨床判斷 他的病史的詢問 依照他的專業的考量 那他也有做理學檢查 當他做理學檢查的時候 他的肺的陰是乾淨的 所以他認為不需要做X光片 這件事情很多細節都還要在調查清楚 我覺得現在立刻 早兩個人先開刀 這是我目前知道的 我覺得都沒有調查清楚之前 我覺得這樣對任何人都是很不公平的 調查沒有清楚之前 就有人要被拔關 我覺得這些都是 我們只是為了要對社會交代 可是今天我們今天的主軸 很清楚 我們要的是真相 我們今天為什麼都沒有在談懲處 就要先知道真相 才知道怎麼樣來對誰來懲處 所以包括說為什麼 不用隔離14天 包括剛剛講 到底是誰下令 這些我們今天都必須要知道真相 所以招委這部分要拜託一下 今天我們一定要知道答案 才能夠散會啊 要不然問一整天 那麼多委員問還得不到一個答案 這點我想我們是不能接受的 今天早上我們詢問的時候 是誰下令解散的 支隊長說他沒有這個權限 我們請問了國防部長 嚴部長的回答說 是劍指部 劍指部的指揮官是誰 是高嘉賓 這就是答案對不對 部長 劍指部是高嘉賓沒有錯 對 所以支隊長一定要把他們 支持敦目艦隊出航的所有事情 一定要跟劍指部來報告 那劍指部接受報告之後 他們的允許 既然前線不是支隊長 就是劍指部的指揮官下達的命令 對不對 因為劍指部的指揮官 就是支隊長的上一項 對 所以就是高嘉賓指揮官 好 謝謝 部長請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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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